现在我又想说一句了 我说什么呢 我说国泰这个班机啊 就是我下一次要坐的飞机 请再听一次 国泰航班呢 就是我下一次要坐的飞机 好了 我又回到这个画面来 那各位 刚才这个句子 如果你没有念个千百遍 你现在头脑保证 还是糊里糊涂的 你还是记得那个公车32 放在一起就凑不成句子了 对不对 那对方讲你也马上反应不过来 所以为什么要大家千遍万遍念不厌倦 而且你一定要懂 不是小和尚念经 懂了 你就有理解力了 各位123加4 首先是不是这个国泰航公司 国泰航公司怎么说 Cathia Line 老师你为什么你说出来 我就说不出来 那你刚才没念嘛 老师我刚才念了十几遍了 十几遍 那你要是不够 你就念一百遍了 一百遍不够 你就念两百遍了 两百遍不够 你念一千遍啊 情能补着啊 千万别说你不能念 天天都有时间念 你上厕所可以念 你睡觉之前可以念 你等公车的时候可以念 总而言之 你就是念 好了 那我们就给大家补偿补偿 再听听看 再念念看 Cathie Airline Cathie Airline KC对不对 Cathie Airline Cathie Airline 这样不就出来了吗 好的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句子 Cathie Airline 是这个飞机 the plane 对不对 Cathie Airline is the plane which I will take 是我将要搭的 下一次 下一次只要一个字的 副词就可以了 Next time 好了 Cathie Airline is the plane which I will take Next time 来大家再念一遍 Cathie Airline is the plane which I will take Next time 好的 各位朋友 有时候 英文啊 会有口音 或者是各个地方 不一样 或者是在 不同的场合 讲话 也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听呢 不要一直去听 那个字 而是要听上下文 现在我们来听 这个外国人念的声音 Cathie Airline is the plane which I will take Next time Cathie Airline is the plane which I will take Next time Cathie Airline is the plane which I will take Next time 好的 它这里好像又念成 Cathie Airline 刚才是Cathie Airline 所以从上下文当中 它的音会变来变去 这是非常正常的 比如说你听到一个 英国人讲话 又听到一个美国人讲话 等一下听到一个 印度人讲话 诶 口音都不太相同 同一个字 讲法不太一样 正常现象 那么我们呢 要听的时候 一定要听上下文 可是各位朋友 从小习惯 就听那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听 第一个 你听的只是那个字 字呢 又跟你真正的表达不一样 为什么呢 你自己的脑海之中 没有声音 对方的声音 不能马上结合 好的 来 现在问题又来了 声音有时候还不一样 那你得听上下文 你要有语法架构啊 可是你又没有语法架构 你呢 肚子就是一大堆的这个单字 所以合在一起 你就发现你又听不懂 又说不出来 好的 各位再回到这个道理来 有了前三步 再增加单字量 其实我刚才做的 不就增加单字量了吗 我们刚才的 不管是Cathie Align 还是Cathie Align 还有飞机Plan 不就成型了吗 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单字 是上下文有意思的一句话 是有声音的练出来 那不就对你来讲 才能够扎扎实实 进入你的脑海之中 你一口气 才能说得出来吗 Cathie Align is the plan which I will take next time Cathie Align is the plan which I will take next time 好的了 从字变成了 有结构的123加4 变成了个句子 变成了单字量 也难一点的 一个个的句子 这时候你就是要 反复反复地念诵这些句子 刚才我们念的是 32号公车 现在变成了 国泰航空航班 不一样了吗 将来再变变变 请各位注意 你的脑袋是人脑 不是电脑 人脑会有逻辑性的 你学了这个东西 它会自然去伸展 会去逻辑性的 去发展出去 所以它会越学越快 越学越多 自己会转 电脑就不一样了 电脑是输一个 就有一个 不输一个 就没有这个字 所以呢 我们学英语 要用人脑的方式 你学会了声音档 你建立了思考档 你自然就会运用了 所以我们教给大家的 就好像一个钓鱼感一样 教会你方法 你自然去钓鱼 相反的 你去上课 甚至跟着老美老师上课了 教了你会 不教你不会 那你要学多久呢 所以为什么 我们敢保证 大家能够快速学好 因为你的头脑 自然会转的 那么刚才那句话 我们可以录在手机里头 可以不断地听 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反复地去重复它 你重复了几个句子之后 你就发觉 你将来几百个 几千个句子 都自然而然就能够出来了 我们再放 再听 再跟着念 就是这样子 反复又反复地练习 反复又反复地听 这样子声音不断地 就会灌输在你的脑海之中 有时候就像我们看到小朋友 去坐捷运 就会听到那个爆站鸣 他居然都能够背出来 他讲的话 就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要不断 不断地来听 来放出来 不断地听 这样的方法 真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特效 而且最主要是 不要花很多的钱 一点点就可以了 就可以一定把它学好 那么这样子一套方式 一个非常逻辑有效的方法 是个人自己 花了很多年 先在美国念书 学习 他们的教学方法 再来把很多的方法做实验 不断地去教导学生 找出最有效 最适合我们自己人学习的方法 所以我相信 这一定可以对大部分的朋友 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热切地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花大钱 不要学很久 就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懂了拼命地练习 你就能朗朗上口了 要学我们这套方法 有很简单的初级寒兽 就是帮助大家 口语练习的一个好的教材 那么这个有书本版 以及更方便的电子版 在这个课程里面 就是按照刚才的逻辑 先念出来 把声音念出来 然后建立一二三四的语法 再来做运用 那么有的朋友 就会有困扰了 我刚才念 你也跟着念 念的两个人不一样 我念A你念B 声音就是不一样 这些困扰我当然都理解 因为教了这么多的学生 大家的困扰我都很清楚 比如说发音就是不好 你就是发得不像 这怎么办呢 你当然要有一些技巧了 比如说在这本书里面 英文字是如何念出来的 我们来秀给大家一两招 各位请看这个英文字母 大家怎么念 我相信十个有八个说 ello 这个字就是不像 这个老美怎么念呢 我们听听看对方的声音 我们刚才听到叫 我们刚才听到叫 这怎么回事 嘴巴张开舌头向上 你出来啦 比如说我们买衣服 就有这几个尺寸 比如说大的叫L 中的叫M 这个请你下次秀英文一下 不是L不是L 是L 好的 我们再看这两个字 大家也分不太清楚 M呢 你就要闭嘴 念成M 那么如果是小的N呢 就跟刚才的L是很像的 嘴巴张开 舌头向上 N 所以如果我说一个字 叫做中午 中午各位请看 中午叫做N O-O-N 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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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念出来的 嘴巴张开 舌头向上 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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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就很像啦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个字你就闭嘴 M 这个就是张开嘴 舌头向上 N 那么遇到NG 这很有意思 嘴巴张开 舌头向下 Sing Sing 这个是歌曲 叫做上 上 所以合在一起 Sing a song 你把嘴巴张开 舌头向下 就很有那个味道了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嘴巴张开 舌头向下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好的 刚才的示范 就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可能扯半天 学半天 学了好几年的音 就是不准 告诉你一个关键 砰 跟着学一下 嘴巴张开 舌头向上 Sing a song 哇 那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不但要学得快 还学得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教材 对大家会很有帮助的 这就是给大家讲道理 怎么样子快速 正确 有效的学会说英文 不要学了半天英文 成绩也考得不错了 到了美国 一下飞机 就发现自己的英文 都是假的 太痛苦了 那么给大家讲了道理 还不够 各位还是得下功夫 花一点时间 花一点体力 去跟他拼了 好好地念他一两个月 我相信各位英文 就可以念出个样子出来了 大家加油 by bwd6